11月28日,根据北京天交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布公告 趁由于自己在乌克兰国内,在马达西齐公司收购案中遭到不公平对待 导致投资人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该司已经向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提诉 要求乌克兰方面赔偿中方在此次事件中的损失,合计约45亿美元 毕竟一方面,天交航空和马达西齐的收购合同从2016年就开始盛传 另一方面,大家对作为乌克兰在苏联时期工业最后一株的马达 西齐寄予了太多的期待 不知道多少人希望借着收购马达西齐 把苏联大寒道比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技术学到手 甚至还有人认为,收购马达西齐可以弄到安付124核安付225运输机 2018年珠海航展,天交航空和马达西齐联合参展 结果这一场收购案走下来,花了五年多时间 不知道花费了多少投资人的资金 就换来了一纸塑状怎能不让人愤慨呢 马达西齐的能力被高估了不过 按照大一万一以贯之的观点 这一轮马达西齐收购案 咱们暂且不讨论投资人怎么认为 就比如最典型的 记得连大一万的一个哥们都曾经兴致勃勃地跟大一万说 收购马达西齐就能弄到安付124和安付225运输机的技术了 实际上,这两种大型运输机均由安东诺夫集团担任总体单位 跟马达西齐这种航空动力系统集团不搭界 马达西齐充其量是它的一个主要的配套航发系统的单位 任务是和扎波罗热的进步局一起 为安付124提供D18T大寒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 更不用说 由于马达西齐是一个制造厂而非设计厂 D18T航空发动机也并不是它研制的 而是扎波罗热伊夫勤科设计局设计 设计发图形成工艺图纸后交给马达西齐城市 而马达西齐本身是不具备此类发动机的研发设计能力的 因此 这些军迷认为我们采购马达西齐 能把D18T大寒道比涡扇发动机的设计资料给打包带走 明显想错了 况且 以目前马达西齐公司的技术实力而言 估计制造D18T的能力也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毕竟和著名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一样 马达西齐公司的产业配套在苏联解体前 也是全联盟实施的配套 在苏联解体俄乌交物的情况下 马达西齐公司根本得不到任何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技术支援 加上几轮混乱的私有化国有化来回折腾 目前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马达西齐公司依然具备制造D18T发动机的能力 大亿万查遍了新闻报道 也没有马达西齐公司在最近几年下线该行 甚至大修该发动机的报道 实际上 目前马达西齐公司仅存的发动机研发制造能力 集中在中小推力涡轮风扇 发动机和直升机使用的涡轴发动机上 比如AI22225系列小推力涡扇发动机 该型发动机目前供我国I-O-15猎鹰高级教练机使用 比如广泛供应喀山和乌兰乌德长米-17系列 直升机使用的TV-3117VMV系列涡轴发动机 但后者目前俄罗斯已经实现了自产 对马达西齐的发动机需求量已经降低到零 而这两类发动机 说真的 首先咱们国内都有了类似的产品 比如准备用来代替AI222系列的FWS-17名山系列 已经大量装机、性能和通用电器、T705、涡轴发动机、比较类似的FWZ10发动机等 而且这两款发动机的综合性能均已超过了马达西齐能够提供的版本 其次 由于中乌两国在航发设计技术路线、设计标准和设计规范上基本不相同 因此 二者拿出来的产品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 而且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未来我国的航空发动机 大概率不会沿用俄、乌等国惯用的俄标 因此 从技术角度来说 马达西齐公司的收购与否 对我国航发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部队的装备建设 虽然确实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但是 这种意义似乎也没有大多数军迷想的那么强就是了 收购马达西齐变数太多 而从最近几年来乌克兰国内政局看 尤其是天交航空 开始运作马达西齐收购案的节点2016年 咱们虽然不清楚投资人当时的风评是怎么做的 只能说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 马达西齐收购案都是一桩风险相当高 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大的跨国收购案 一方面 该收购案牵涉到敏感的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 虽然对中国来说甚至第三方来说 马达西齐目前掌握的航发制造技术 掌握的航发既有产品线 不算什么高不可攀的科技 但毕竟是国际上 尤其是西方国家眼里的红线技术 而马达西齐所胜不多的成熟技术工人队伍 甚至是比他胜的那点发动机技术更为重要的技术宝库 本着宁可误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 那是肯定能横插一杠子 就必须把你给这事搅黄了的 几个月前 乌克兰总统泽延斯基在访美期间 被赠予了轻度颅脑损伤一书 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内的政局从2016年之后 也确实是太混乱了 就不谈东乌克兰始终在发生的战争 就以西乌克兰本身来说 乌克兰本国没什么成熟的政治秩序可言 各派上台后的主要目标就是给自己捞钱 同时国内的各路寡头 极端民族主义斯兵集团 欧盟和美国境外势力代言人还在相互交织 这导致乌克兰国内的政坛在最近几年 越来越如同儿戏 而地方实力派的崛起 还在进一步分化基辅中央的向心力 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年的马达西齐收购案 变数太大 起码大亿万对这事没抱太大的期望 而这么多复杂的因素柔和起来 就变成了天交航空的一纸诉状和要求乌克兰政府赔偿45亿美元的诉求 虽然单凭一纸诉状无法说明这起收购案未来的最终走向 但是起码证明我国相关企业在马达西齐收购案中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这笔收购将如何仲裁 那么这只价值45亿美元的诉状 是否能够得到公证的仲裁 我国相关企业在未来是否能够拿下马达西齐公司呢 听着耳熟 没错 就是2016年一手炮制南海仲裁案的那个海牙法院 先说第一点 单凭这纸诉状 大亿万认为 我国相关企业能够拿到乌克兰方面赔偿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毕竟从他提诉的这个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看 该法院就不是一个联合国的机构 而是一个半独立性质的 在国际上担任和适老角色的仲裁机构 该机构进行仲裁的前提 居然是提诉和应诉双方同时到场 也就是承认有这么一个事存在 且承认这个仲裁法院和适老的地位 否则仲裁就根本仲裁不起来 当然单方仲裁也是完全可以的 但问题是 这个仲裁法院的仲裁结果 是没有行政强制力的 没有国际法院执行部门来强制执行 也没有国际维和部队来帮你索取赔偿款 换言之 只要接受仲裁的一方不认账 这仲裁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的 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 乌专家认为 乌克兰胜诉可能性不大 但因为赔偿额很高 如果败诉 乌克兰也无法支付这笔金额 单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国相关企业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诉 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主要是争一口气 以乌克兰政府的德行 大概率不会出来应诉 就算出来应诉 也不会承认仲裁结果 结果就是 导致这一仲裁法院拿出来的结果 没有任何意义 穷得叮当响的乌克兰 之前还一度传出有向西方购买F E5和F35的意愿 而乌克兰不会认证胡酒钱的原因 除了绝大多数国家 都不会买这个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账 这个惯例 另一个原因就是乌克兰真的没钱了 截止今年年终 乌克兰大概还有2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最近几个月因为准备在东乌克兰玩把大的 花了不少美元从美欧进口军事装备 外汇储备又进一步下降了 如果乌克兰认了仲裁结果 仅有了270亿美元外汇 一把就要花出去45亿美元 赔给中国商人 这算是咱们一己之力 把乌克兰的外汇储备掏空了六分之一 英美军火商都没有这么狠 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 乌克兰政府能抛钱赔给中国商人就怪了 总之 大意万觉得 目前虽然马达西奇收购案还没有到尘埃落定的时刻 但伴随着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咱也只能说 对于马达西奇收购案 未来也确实不容乐观 大家翘首以盼的中国拿到D18T发动机技术 大型运输机制造技术一夜突破的场景 更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制造 还需要更多的以我为主 才能获得最终突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